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相阴制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 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 三、钱财文多 钱财文也称为理财文 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 很多细细的斜线 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财望钱多 一生有花不完的钱 生活上大富大贵 四、手中多财库 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 或者为三角形货的人 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 或者三角形 这些形状为财库 代表着财富 不管男女 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 容易大富大贵 五、手掌厚实 手掌厚实的人 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 无论是生活或工作 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 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 和灵活的智慧 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 一直在默默地努力 这类手相的人 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 六、太阳丘隆起 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财富 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 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 工作中奖金多 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并且能存得住的钱 一定不为钱财而累 男的财运好 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七、财运线深植 小指根部下面 如果有竖线 为财运线 俗称金棍 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 如果手中的财运线 比较深植 有利 甚至有的人是多条深植的财运线 代表着钱财运好 大富大贵 八、通天手纹 位于月秋胶外圆的垂直线 为标准的通天纹 由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线 心理感应性 非常富有幻想色彩 天纹、地理 人是无所不晓 又称通天纹 其人常常额中 纵列一束线 自眉心上方直至额迹 集额上的通天纹 也是天目的学区的显露 有这种线的人 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潜心神秘事物研究 必有大成 双手都有通天纹的 前世必是大善之人 今生头顶有灵光 一生有神灵必有 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 一生财运不断 有此纹的人 一生不缺钱 一般有通天纹的人 双手都会有 此人八字 必是天以贵人心 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 财运 一生大成大富 第二 按理分析 虎虎生风的首相 根基身后之人 必是富贵相 第一个 金星秋尤其的饱满开阔 体质佳 精力充沛 根基身后 只是终止土星有些杂乱 终止代表自身 土星秋代表责任感 此处杂文多 代表自信心不强 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 有利有弊 利在会审视多事 避其锋芒 弊端在意形成习惯 自身才能一倍埋没 潜力难挖掘 食指迅功 才味道是饱满 伴有井字纹 财运如井水 源源不绝 财虽一般 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 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 本质有保障 稳定少起伏 掌心名堂凹陷 能存财守财 文路看 有川长的格局 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 独立能力强 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 成家立业后会反哺父母 不过川长人格局还是有 敢闯敢干 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 加上金星秋饱满 川长和金星秋一定要配合得当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川长格局 感情线深刻 重情感性 人缘不错 从太阳线也可看出 不过重情之人 情路易动荡 容易陷入情网 脑线和情线见识自闻 年纪越大 越相信玄学佛系 晚年一和佛家道家结缘 第二个 偏身自恋 身自恋 上下弱 中间强 面骨还算厚重饱满 运势不弱 只是额头稍浅烧尖 早运一般 难得祖阴庇护 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 全骨强眉骨弱 全鸭眉 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 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 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 不过眉浓不散 上扬有气势 比高龙 自身独立要强 甚至有些过于要强 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 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 眼大漏白 但是黑白分明 防范意识很强 有些容易吓跑 姻缘和贵人 一旦深交 自己会投入很深 容易被烂桃花侵扰 田宅工见眉毛侵扰 靠山不稳 难入大公司做靠山 不过鼻高龙起势 厚重饱满 中年财运旺 夫运足 加全骨突 鼻全得配 中年能起运 不过鼻梁起劫 全骨突 在婚姻中有些强势 偏敏感 缺乏安全感 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 建议调整 否则姻缘亦坎坷 身自脸的人 夏婷逐渐变弱 五十岁之后 运势下行 晚年意味子女忙碌 第三个 偏木行手 牧人分强弱 原主属于强牧人 强牧人除了善谋多斯之外 还有筋骨质的坚韧和毅力 食指迅功才未饱满 才运旺 不过指风漏 剪缝隙 男手才棺材 小指水星球褶皱 有些影响晚韵 加上小指明显偏短 和子女缘分不深 生命线尾端也见分叉 晚年意味子女操劳 纹路看似典型的川长 川长人思维活跃 独立能力强 敢闯敢干 只是金星球偏窄 体质一般 精力有限 难以支撑川长人的好折腾 增强提示 运势会很快提升 生命线25至40岁左右 横文干扰多 这个阶段经历恋爱 结婚养家 阻碍多也正常 从感情线来看 姻缘来得不容易 游览桃花干扰 犯情伤的经历 28岁之后 情路顺畅 婚姻稳定 40岁之后 生命线不见杂纹干扰 迎来收获的年纪 家庭稳定 婚姻幸福 人生渐入家境 脑线尤其的身长有弧度 心态稳定 40岁之后 不再有川长人的任性和洒脱 变得沉稳自信 收放自如 砍弓的杂纹 和更弓的青筋 提示腰肾和肠胃的保养 第四个 面向讲究五月承朝拱之事 其中中月居主位 也就是说比要高龙厚重 才是贵向 女主面骨宽厚 但鼻太窄 典型的面大鼻小 所谓面大鼻小莫问财 财运一般 夫运也不强 面宽厚之人 多中良 面窄薄之人 多精明 女主属于前者 老是本分 适合过过小日子 眉目端正不偏斜 不见高低 能有好姻缘 额高而宽 早运不错 能详祖阴庇护 眉眼弧度一直 田宅宫饱满 靠山也不错 眼长眼皮单 性温而缓 做事有条有理 节奏偏慢 眉顺眉浓 人缘和姻缘都不错 狄为君 权为臣 狄若全强 本身是幸缓之人 有时候旁人都为他着急 狄良的志 也有些伤财和伤福运 虽然个性偏弱 依赖性强 不过好处是 稳重持家 适合过小日子 人中烧浅 子嗣一般 但是奴仆宫饱满 和晚辈缘分深厚 子女一亲近 唇寒不漏 言语得当 知尽退 唇角质有些朝桃花 注意防范 下巴兜 晚年能见彩 第五个 俗话说 手大抓彩 手大抓草 女主属于前者 长后直满 有些肉多于骨 骨为羊肉为阴 偏营养质 执行力偏弱 但是福运很强 特别是这饱满的金星秋 运势根基深厚 指节间也见米康文 衣食无忧 小康不愁 只是手指击不掌丘 有些被挤压 加上三大主线挨太剑 首相格局受限 人生高度有限 小才亦得 大才难求 虽然纹路格局偏小 但是纹路单拎出来不错 放在一起就格局显小了些 生命线初期 不见杂纹倒纹 从小家庭环境不错 至少父母 对自己关爱有加 脑线偏深 生命线偏浅 脑袋灵光 喜欢动脑 不太爱运动 执行力不强 这也是营养制人的通病 注意调整 事业线来看 不能说事业心不强 只是事业取得一点成就 容易自满 野心不足 知足常乐 有利有弊 事业线在中期断开 这个断开对财运有些影响 会导致元宝财库出现开口 中年易漏财 感情线的错裂 加上下方建反抗线 不顾家人反对 未轻执着 不过整体看感情向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施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